一樣的笑臉 一樣的動靈 微笑左頭陳冠宇 居然就要邁入旅日生涯第十年 這幾年在青葉羅德轉任中繼 不只數據漂亮 讓人驚豔 這次十二強更是扮演 中華隊牛棚可靠的戰力 準備邁入三十歲的陳冠宇 陳穩中還是帶著點小調皮 就三十歲 就覺得變老了 然後覺得吃什麼都不太能代謝 不太一樣 對啊 因為以前十八歲 也的確也沒有想這麼多 說未來會怎麼樣 但是過了十年後 還有機會站在投球上 其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覺得最主要是自信 因為自信這部分 是需要用大比賽的經驗 去補足你的自信 然後在這個大比賽環境下 有辦法投得好的話 就代表你在季賽成績 也可以像大賽一樣 可以的話也是希望把當時的經驗 帶到季賽繼續努力這樣 旅外投出好成績 陳冠宇成了小球員追逐的目標 同時也是挑戰的對象 前陣子古堡學弟何恆佑 寫下自己的夢想 就是要旅日發展 然後有一天跟陳冠宇對決 也要我可以投得夠久才可以 希望我可以投夠久 可以跟他們對決到 然後圓夢一下 其實也很想要跟他們對決看看 因為真的是從小看到大的小學弟們 然後也希望他們小朋友們 也可以當他們繼續當他們偶像 繼續往前當領導 就這樣 喊話要繼續當球員的偶像 陳冠宇當然要不斷的走在前方 新年新希望就是要在日值丟到明年 後年還有好幾年 自律的要求維持自信 陳冠宇的旅日人生 絕對是真真待救股 YT新聞採訪報導